满天飞舞的大型风筝飘荡在蔚蓝的天空上 2021新竹市国际风筝节 最近在新竹市的南辽渔港举行 承办的亚洲国际风筝联合会理事长郑凯元说 今年所有的风筝都经过严密的科学计算 不只有巨型风筝还有地面上的地景风筝 让民众可以近距离感受风筝的乐趣 大型的软体风筝一般来讲我们不会飞得很高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上面会挂一个领航风筝 那个领航风筝就算是一个导引 导引到比较高点的一个地方 因为地下的一些风况可能是乱流 那高点的部分它的风况是顺势的 所以说我们都会用一个领航 是拉到一个最高点 然后再慢慢的把一些相关的软体风筝 一个一个再把它挂件上去 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软体风筝 而且软体风筝它本身体积都非常的庞大 所以说飞得越低的话 民众越好拍照越好取景 那看起来也会比较有壮观的那种 视觉性的效果 虽然风筝是在场的场地宽广 但为了防疫 今年特别采取预约入场 希望控制场内的人数 让民众可以玩得开心与放心 预约的方式邀请民众来参观 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变化 所以在昨天我们紧急的将这个预约的300人 我们今天入场的时候 把它导引自三个独立的区块 ABC三个独立的区块 所以我们控制在每一个参观的区块 是100人上线的一个容额量 这样子做好一个防疫 那当然实联制 两体风筝跟全程戴口罩是必备的 另外就是我们今年跟往年比较不一样 就是因应我们的防疫计划里面是取消了舞台 和相关的表演节目 是希望说能够在兼顾防疫之下 能够给选手一个发挥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这个风筝节目上 是以选手的这个风筝的放飞 和选手的一个表演展示为主 承办单位指出早上的风势比较强烈 各种大型风筝都能顺利的升空 但下午以后风势转效 除了特技风筝以外都升不上去 但就算没有满天争齐斗燕的风筝可以看 场外的民众还是玩得不亦乐乎 自己放着风筝也很有趣 台湖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